过去呢中国大陆有一批富豪跟政府合作建立了一个基金会到处呢在戈壁沙漠上种树 而美国的NGO跟日本的NGO呢也希望能够阻止戈壁沙漠对整个亚洲土地的侵蚀 也在当地呢种植了将近十年百万棵的树 但是今年北京仍然遭遇了史上最严重的沙尘暴 意思是什么 现在呢全亚洲呢总共我们看了一个数字 我看了其实也非常的惊讶 全亚洲呢有13亿的土地 等于这13亿的土地呢现在都是中度沙漠化 那么其中有三分之一将近都已经是接近中度或是重度的沙漠化危机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NGO在当地种树 我们的记者呢特派记者特别在当地看所有NGO种树十年的过程 也眼看着整个大自然的转变 人类的努力似乎有追赶不及的一种很高的无奈 可尔庆 蒙古文弓箭手 满蒙第一美女大育儿的故乡 抢救克尔庆草原的行动十年前展开了 带头领军的是跨海组合 日本NGO组织加上美国户外运动品牌 一群故乡饱受沙尘暴之苦的日本人 加上从没有在美国东海岸看过沙漠的美国人 目标很大 持续性的植树计划 立志要把克尔庆回复原来的样子 前进内门克尔庆 路态颠簸 巴士难驾驶 被笑称为猪笼子的小卡车 成为最有效率的工具 不过黄煞一吹全往脸上沾 路有多晃 看镜头就知道 眼睛一旁绿树越来越少 肥沃草原越来越低时 克尔庆这一片斑驳沙地终于出现在眼前 来自全亚洲包括日本 台湾 马来西亚 新加坡和香港的企业代表和志工 共60个人 正式展开两天种下2000棵树 问鼎十年种植第一百万棵树的记录 向催生绿洲 首先种植 种下耐旱性高的松树 特选从辽宁运了五个小时的优良松树 我们把这个塑料袋剥掉 这个要是不剥掉 它的根就是往外扎很费劲 这样正常一遍一瞧就是可以把这个它原来的黑土盖上 看起来轻松 记者却连举起铲子也得费好大的劲儿 明年来的时候它可以长得这么高吗 长不了 明年的时候它也就长这么高 想让后人乘凉果然不容易 接下来登场的就是最让人全身汗水直流的人龙灌溉 水从百公尺外的水井引过来的 浪费不得 必须每一滴水都精准地灌溉在小树上 于是吆喝着60个人接力 把一桶一桶水传送到最后一个人 语言不同目标只有一个 同样的动作得重复上百次 互相打气 这一刻没有国界 革命尚未成功 第三部曲 互杀的草方阁登场 在沙丘上铺上稻草 再利落地跳上大铲子 把稻草插入 结果围绕沙丘的稻草网络壮阔的蔓延开来 就能渐渐覆盖大片沙地 防止沙子被风吹走 拜拜 第二天进行第四部曲 修剪 要让最适合当防风林的白杨树 修剪靠近地面的细枝 把养分送到树的顶端 如果这样的地方这么长了就不好 它恢复的时候太平均 所以一整块 这样的细枝 好 累不累 不会 你是女生的 你拿这个锯子不会 不会啊 因为能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我觉得很开心 好 对 等下 有冲 有冲啊 很痛呢 咱们对那边有 有没有要走 去拿一下好吗 有 要是那个锅子 有 它一跪过去 好 好 好 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好 这是非常不小心的 来到这边里面的 耶 种植 灌溉 人工草原网络 修剪 美国企业的亚洲区总裁也挽起袖子 聊了起 这就是在内蒙种了十年 历经种两棵 死一棵才种出的催生绿洲成功四部曲 这十年让带着内蒙当地人种树的 日本绿化网络的事务长大龙龙斯 会说中文还娶了蒙古老婆 让笑起来像江口扬界的绿化网络企划长 放弃了日本首相兼职人的大力栽培 选择在内蒙种树 更让一路跟着日本人种树 从18岁种到28岁的内蒙当地人张爱伟 还当了小组长 现在负责教导内蒙当地人种树 一开始很麻烦的 没有种过树 还需要教水 以前当地人在树从来不教水 就是进那里采摩根嘛 那你就发现那个蛇傻的 就说是他妈的 对 忘了多吃 除了得面对内蒙村民之一 日本人或外国人想来抢地 村长们不愿开放土地学植树的难题之外 想把克尔庆从沙地变成草原 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可能吗 关键是贫困的内蒙急速开发 开采能源 也经过度放牧 采访团队前进时 大型铁路也开始动工 内蒙连续8年GDP成长居全大陆至关 但钱全进了大老板口袋 民众更穷 转身 人得再养更多羊 加上气候变迁 雨少 暖冬 让沙漠化加剧 这个画面活生生印证了快速消耗资源的程度 答案是 种树再快也难以跟上现实 但在结构性问题还没来得及解决之前 得先有人为梦想采取行动 这片草原 英雄的草原 这片草原 希望